美国国会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美方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牵制中国发展的右翼恶劣行径 遭到中方坚决反对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图谋枉费心机 不会得逞 专家认为 美国一些政治力量 妄图通过制定一部国内法来干涉中国内政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美国经常借民主和人权干涉别国内政 一有机会就用这些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 它任何一次都没有成功 美国对中国借香港问题来干涉 或者影响中国内政也同样不会成功 专家指出 目前在香港有1300多家美国公司 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这些都表明 如果香港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受到严重破坏 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将严重损失 专家认为 香港不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风筝 也绝不可能被美国的政策立场左右 美国政客们希望在华盛顿拉着风筝的长线扯一扯 就能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如意算盘必然落空 中方一方面要坚决反击美方的这些无理的做法 要坚定地维护一国两制 坚定地维护香港的反恩稳定 同时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制度自信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有利的政治保障 我们要坚定地维护香港的东西